你不要在這邊開衣服 又睡過頭 你的管家怎麼當的 直到這樣不行 你要怎麼 那你要怎樣 你不能說衣服 早安 睡一點了 我們的另外一個管家 聽說 睡過頭 又睡過頭 對 剛才傳簡 走 我們現在殺過去吧 走 好 處理它 今天我們講 今天的石頭就要趕 我先去坐 可以下了 沒有的吧 啊 你不要在這邊開衣服 又睡過頭 我不要啦 你的管家怎麼當的 直到這樣不行 你要怎麼 那你要怎樣 你不能說衣服 我不會啦 你不要開衣服 我不會啦 好厲害 好 趕快下來喔 好厲害 哦 9點29分 我以為蕭子 要先吃早餐 它是我喜歡的裝飾 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裡真的很放鬆 我覺得這趟比較放鬆 這一趟喔 所以你才會睡過頭 好了 你不要 我已經很抱歉了 那你今天要做什麼 我都幫你做 你今天喝咖啡就好 真的高興我見到了你 百姓歡迎的歡迎你 歡迎 歡迎 我們歡迎你 這位蔡少華女士 我們期待你 期待你來很久了 對 為什麼那麼多 我們很意 來 我幫你拿拔拔 這個很雀躍 沒事 這我們該做的 我跟你講 我們這一趟是要去阿里山 對 阿里山 我記得你四年前 有去過達邦勿洛 你們還有在經營 那個 甄信社是不是 對 沒有 我對於你的消息 我都如數家珍 然後你喜歡睡枕頭 喜歡睡硬的 然後你只要一顆 你不要很多顆 對 然後你喜歡遜音場 精油香味 重點 我跟你講 他喜歡的旅遊行程 就是不要趕 不要急 就是輕輕鬆鬆的 睡到飽 然後他幫你拍很多漂亮的重點 所以我們今天來 先讓你睡一天 我們講那麼多 好啦 我們趕快先上車 這是我們特別幫你的 那個給我 你去幫他放行李 來 好 這個我幫他拿 來 請上 有個要撻撫我嗎 來 沒問題 快去教 你要什麼我都答應 好 我們現在來到 就是這個奮起屋 我跟你講 這個是我最美好的朋友 你說奮起屋老街嗎 對 因為我之前主持愛玩客的 第一集 我就是來阿里山 後來就來到這個奮起屋 而且來這裡逛老街 嗨 哈囉 哈囉 你好 超油的 那你又很熟 這裡有什麼好吃的 熟啊 這裡最有名的山葵 那我給他這個 就是 我見過的山葵 它是天然的 因為阿里山是最有容的 如果你要搭這個 阿里山小火車 就是來到奮起屋這一山 經過老街之後 就會到我們要打火車的地方 這樣的車站都整個改新了 因為我剛才有去大便 對 對 原來是天然的 喂 你竟然都很新 這座火車站超漂亮 他們現在整個車在整個改造 很新 對 我記得我那時候來 我還在奮起屋買了一個便當 坐在這個車站旁邊 吃便當跟大牙兩個人 那我們今天要復刻這件事嗎 我跟你講 這就是我們這趟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而已 所以其實沒有說 一定要在這個老街買到 可以等到到了我們的終點站之後 再買他們當地的便當 而且這個火車呢 一天就一百人 所以如果 錯過了就沒有 上去大概會坐多久 30分鐘 但是我們今天呢 就是一路到十字路 就是我們最上面的 終點站的地方 超帥的耶 好 這樣就好 超帥的 然後我們有盆龜拜 菁姐還在教我 那你不要看鏡頭 你就是很讚 你要走過去就好 啊... 你走得有點美 不要吃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這不錯耶 這樣就很適合 我自己講 旅行就是 有很會 很會拍照的人 然後又有很會 教你擺POSE的人 那我還會 公裸氛圍 好帥喔 來 本區的車廂 我們接下來進化的是 來 開箱大廂 11.8的貓 11.8的貓 快往多林思路 來 今天是平日 平日只有一本車 一本車 那我們即將開車喔 即將開車囉